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却有所下降 拜登在退出竞选后 对哈里斯表示了强力支持 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支持浪潮 反观川普 他的支持率在两周内下滑 尤其是在独立人士中的好感度减少了八个百分点 这场政治角力到底会如何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曾几何时 唐纳德、川普这位前总统如同政治舞台上的巨人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掀起轩然大波 但是就算是居然也有跌下神坛的一天 周日 一项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和一普所共同进行的民意调查 揭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正逐渐赢得独立人士的青睐 而川普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新闻周刊报道了这个数据惊人的明条结果 4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对哈里斯有好感 而42%的人持负面看法 这样的数字听起来可能没那么惊人 但如果你看看他上周的表现 情况就不同了 上周只有35%的受访者对他表示支持 46%的人对他持反对态度 看来哈里斯在短短一周内突然变成了受欢迎的政治新星 尤其是在独立人士中 他的支持度从28%激增到44% 川普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 前总统的支持度如同过山车班级距下滑 从40%跌至36% 负面评价则从51%上升至52% 这样的数据变化让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RNC 上那股狂热的川普热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 前总统还在两周前成为了暗杀企图的目标 这也许是他支持度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场政坛上的风云变换似乎是从上个月 拜登在辩论中惨败于川普开始的 这场辩论让民主党内部陷入了激烈的党派斗争 甚至有许多人开始怀疑 拜登是否真的应该再占一届 不过 时光荏苒 拜登在哈里斯退出竞选的当天迅速给予了他大力支持 拜登这位老牌政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他在TikTok上发布了大量支持哈里斯的表情包 这些表情包像病毒一样在网络上疯传 不仅如此 拜登还捐赠了超过一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并招募了17万名志工 好似一夜之间 他就为哈里斯铺平了通往总统宝座的康庄大道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 易普所的这项名条数据并不是空学来风 这项调查于7月26日至27日进行 共有1200名美国成年人参与 整体误差范围仅为正负3个百分点 其中314名独立人士的误差幅度为正负5.5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不仅显示了哈里斯在独立人士中的支持度迅速上升 也揭示了川普的支持度正在迅速下降 一周前 川普在独立人士中的支持度为35% 而在最新的民调中 这一数字已经下滑至27% 这意味着他仅一周的时间里失去了8个百分点的支持 这对任何一位政治人物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反观哈里斯 他在同一时间段内的支持度从28%上升至44% 这样的增长速度简直可以用火箭般来形容 这项民调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 更是美国政坛风云变换的一个缩影 哈里斯的支持度上升意味着他的政治前景越来越光明 而川普的支持度下滑则让他的再次竞选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甚至有些举步为艰 从这些数据来看 哈里斯似乎已经成为了民主党内的新希望 他不仅赢得了独立人士的支持 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虽然川普的处境艰难 但这位前总统从来都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 他是否能够翻盘 重返政治舞台的巅峰 仍然充满了未知数 而哈里斯能否保持这样的支持度 甚至进一步赢得更多选民的青睐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拭目以待的问题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政治大戏无疑是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独立人士通常指的是那些在政治上不依附于任何主要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 他们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活动 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现有政党的政策和理念不满 或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政治上保持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这种独立性在各国的政治体系中都有所表现 在一些国家如美国 独立人士可以成为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 而不需要政党的支持 在其他国家 独立人士可能会以无党籍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这使他们能够直接向选民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不受制于党派的约束 历史上 独立人士在许多重要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例如在美国 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如亚伯拉罕 林肯早期也是独立的 后来才加入共和党 独立人士常常能够在重大议题上发表独立见解 并且由于不受党派影响 他们的意见和决策往往被视为更具客观性和中立性 从数据上看 独立人士的数量和影响力 会因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在美国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约有40%的选民认为自己是独立的 尽管在选举时 这些选民中的大部分 可能还是倾向于某个主要政党 在其他国家 如英国 无党级议员的数量相对较少 这是因为 该国的政治体系 更加倾向于两大政党的竞争 独立人士在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 也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影响 在议会制国家中 独立议员往往需要与主要政党合作 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立法成果 而在总统制国家中 独立候选人 可能更容易直接向选民 推销自己的理念 总体而言 独立人士在政治体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存在 有助于丰富政治讨论 提供多样化的观点 并挑战现有政党的垄断地位 无论是在地方选举 还是国家级别的选举 独立人士都能够通过 其独特的立场和观点 对选民和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哈 这就像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演义 哈里斯仿佛是那位 获得诸葛亮支持的刘备 不仅获得了独立人士的青睐 还得到拜登的鼎力支持 甚至还有大量表情包助阵 一亿美元的捐款和十七万名志工 这可是选举中的核武器啊 咱们川普大叔虽然曾经是总统 但这次看来还是得小心点 别像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那样被打得灰头土脸啊 哎呀 楚天书说得好像川普是要败走华融道士的 但你别忘了 川普可是有九条命的政治猫 每次都能从困境中翻身 你说哈里斯获得了独立人士的支持 但别忘了 川普的支持者可是铁粉中的铁粉 而且他们的热情可不是一般的高 说不定川普这次就像凤凰涅槃一样 重获新生 而且这些民调的误差范围也不小 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让人大吃一惊呢 谢七七 你这魔说川普像凤凰涅槃 我倒是想起了西欧记里的孙悟空 总是能从八十一难中逃出生天 但你要知道 每次都是靠着观音菩萨和金箍棒 而这次川普是少了些法宝 特别是独立人士的支持在逐渐流失 看看这些数据 从35%降到27% 这可不是小数字啊 这就像是孙悟空丢了金箍棒 怎么打妖怪 楚天说 你说的好像川普是西欧记里的妖怪呢 但你也别忘了 川普可是有一大票粉丝 就像哈利波特里的福地摩一样 总能吸引一群死中追随者 而且 目前的民调只是短期的反应 真正的大战还在后头呢 川普的竞选团队 可是经历过风风雨雨 知道怎么打逆风局 就等着看吧 川普大叔可能会像福地摩一样 在大选之夜来个华丽的回归 哈哈 谢奇奇 你这么一说 我倒觉得哈里斯有点像魔戒里的佛罗多 背负着重任 历经千辛万苦 最终还是要把魔戒扔进末日火山 现在的形势就像是哈里斯正在穿越魔多 独立人士的支持和拜登的资源 就像精灵和矮人联盟 给他提供了强大的后盾 而川普呢 就像魔多的萨鲁曼 虽然曾经强大 但终究还是敌不过正义联盟的力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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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